未来国安会的人士传出可能原来的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非凡 零九万可能进入国安会 而进入国安会之后呢 他的薪水当然又会三级跳 由原来的零九万可能未来会变成零二十万 那么林非凡大概是太阳花里面混得最好的一个 而且呢我们的新政府之前被大家嘲笑为说 有很多的败选联盟进入新政府 现在看起来连退选者都可以进入新政府 那么在民进党里面真的跟着党走 一向都是可以吃香喝辣的 林非凡现在要去接管会复必俗地 因为他没有国安会的经验 而且勤奋力量确实是比较不足的 所以有人就在奉势他说 零九万变成零二十万 可是更大的挑战是 国安会控制国家的安全 国安会现在已经有一个非常强力对抗中国的林非国安会秘书长 吴昭燮在那边 吴昭燮直接讲了 他对中国的威胁 林非是奋战到底的 现在加上一个太阳花的林非凡当的副秘书长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以后国安会是不是对中国是非常强的 比较切发台线 这样的话对于赖清德最近一直在强调 他说两岸最近是要和平的 要多沟通是要多对话 这会变成一个很大挑战 所以未来怎么让两岸社会和平可以对话的 是不是赖清德应该跟吴昭燮跟林非要再聊一聊